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27日星期五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慧 跟大家讲讲今天的时事 选委会选举在9月举行 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 昨天公布入闸的名单 会方总共审查了1498个人 当中有两个人登记无效 包括了黄盈、石果、锦泉的立法会议员 郑崇泰 他就被国安委裁定 不符合拥护效忠特区的法庭要求 即时被DQ立法会议员资格 未来五年都不可以再参选 亦都没得上诉 简单来说 资审会不相信郑崇泰是爱国爱港 亦都不相信他是真诚、拥护和效忠 公布一出 坊间就有两个反应 第一个当然是很惊讶 因为郑崇泰去年 延任议员的时候 曾经获得港澳办 吾点名这样称赞 过去那一年 他被形容为转性 循规道举 还建制过建制 大家见仁见智 郑崇泰昨天见记者 就好像悲剧人物 自称他很符合爱国爱港的资格 但坦白 人在做天在看 就算你郑崇泰 你猜真是合掌 在美心蛋糕面前 拍张照片 放在Facebook上 那就叫做 洗了底吗 你不要这么天真 所以大家的第二个反应就是 假爱国假效忠 是一定不会放过的 昨天新兼资讯会主席 和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他就这样说的 他就说 他有一些 尝试去假扮 拥护基本法 或者 假扮效忠特区的人 他说我不会给他的花言考语 去尝试替他自己漂白 这样说 因为骗徒往往最擅长的就是扮演不同角色 做过警察 真是做过警察 这么似警信 太似警信的对白了 简单来说就是说 资讯会是不会容许 假扮拥护基本法 假扮效忠特区的人 进入管治体制的 也都审查 不只是搞清一色的 会参考法例里面 负面清单所列出的行为 包括宣扬和支持港独 自决制宪 侮辱国旗 国徽 拒绝承认香港是中国特别行政区 的宣执地位等等 考虑有关人士过往的言行 写的书籍和文章 有需要的时候 也会要求相关人士 提供额外的材料和解释 也会充分考虑所有材料 简单来说 资审委员会全面看参选人的言行 不是他自己说自己真诚 就说是真诚的了 假扮效忠是不易过关的 简单来说 你吃美心蛋糕 是不能够洗底的 即是出得来行 始终都是要还的 昨天资审委就DQ了两个人 只有郑重泰是因为政治原因 被DQ的 另外一个蔡志堅 他就因为在报名参选保险界的时候 因为他没有登记 就是他没有登记为地区 选区选民 所以就不符合基本的条件 很多人说政府又说 不会清一色 那为什么要DQ郑重泰 大家不要误会 还有些黄型的区议员 基本上是没有辞职 也都昨天是没有被DQ 包括我举个例子 包括西贡区议会主席周延明 他去年在五月曾经参与三百多名区议员 联署促人大撤回港区国安法 但他是成功入阶参选社福界的 还有新思维的迪志远 他也成功入阶参选社福界 简单来说 郑重泰是因为冷醒 参选选委而被DQ 有些事是没有弱医的 人蠢就是没有弱医的 你自己把自己送上路 那你唯有 昨天他出来说的时候 他就说对裁决 只有尊重 没办法 他自己都知道自己蠢了 简单来说 如果你没有参选选委 基本上你是不会被DQ 就好像立法会 原本现在还有两个黄议员 其中一个就是郑重泰 第二个就是陈沛言 他就没有参选选委 没有做资格审查 所以简单 没事 好了 你不要觉得郑重泰 他也是活着了 说真的那句 我不再数他 因为今天《文汇报》 都出了他一个清单 说他以往做过什么 只是说他在2016年 简单一点 我想大家都不会不记得了 他就在2016年的时候 立法会点算人数的期间 他就把民建联议员的 桌上的国旗和区旗 倒转 随即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 裁定行为不检而被赶出场 之后也被裁定 侮辱国旗罪和侮辱区旗罪 两项都成立了 就罚款了5000元 你说你自己这么愚蠢 去参选选委 就被这个审查委员会 DQ了你出来 就真的没有人帮你了 好了 今天的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下个星期一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